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 竞争也成为现代人发展的一种动力 那更是精神压力的源头 那竞争不仅需要知识的支撑 更需要精神的支撑 古人讲人生不如一世 长有八九啊 人生当中我们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痛苦的事情 怎么去解决 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 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 孟子在两千多年前 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孟子面对人生 首先他提出了一个诚挚 就是诚心诚意的诚 中国古代文化有一个主题 就是探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 什么是天道呢 就是宇宙和自然的道理 那么人道指的就是 社会和人自身的道理 在战国中期 孟子的老师指师 在礼记中庸里面就讲到 成者天之道也 成之者人之道也 意思就是说 一年春夏秋当 世纪分明 什么季节 就会有什么样的气候变化 周而复始 规律运行 没有一天停止 这就是成 不可抗拒的规律 就是天道 那么人道呢 成之者 人之道也 孟子讲 人道要向天道学习 追求成智 于是孟子在《金星篇》里面讲到 反身而成 乐么大言这句话 意思是说 对自我道德意识和行为 进行反思 做到真实无期 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所以直到今天 我们仍然强调 人要讲究诚信 做到言行一致 表里合一 强调人生 你要确定一个目标 并且不断地努力 那么天道与人道的关系 孟子用一个成字就解决了 那对于成的境界 孟子遗书当中也提出了具体化的内容 他说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那么人生 无论经历任何的荣辱富贵 都要坚守真理 不放弃心中的信仰 哪怕这个刀架在了脖子上 反身而成 乐么大言这样的人生境界 才是生活当中最真实的快乐 如果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因为遇到一些挫折 不如意而感到失望的时候 孟子的这种思想 给我们大家提供了很好的精神境界的范本 这种精神境界是理性的 有美感的 它是把知识 理性 信仰 急于一身 并且没有时间限制 两千多年前如此 现在也是如此 未来更是如此 感谢主持人 感谢主持人 感谢观看